一次重新做选择的机会 时间 懒人 父母 金钱 公主 王子 你会选择哪个呢 这次肯定选懒人 这样我就能吃了睡 睡了吃 不愁吃 不愁睡 那如果我选金钱的话 岂不是有无数的金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但是如果我选王子的话 之前的我就能都拥有 不光这些 我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还有人们的敬仰 所以这我肯定选王子啊 小白 你难道不选父母吗 且 选穷鬼父母有什么好的 他们什么都不给我买 也不能给我带来什么 他们有什么用 小白 父母生我们 养我们 没有父母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你怎么能因为他们穷 就抛弃他们呢 且 我才不 还整天打我们 骂我们 我想要的东西都不给我买 整天除了知道逼我们学习 还不让我们玩游戏 选王子多好 我想干嘛就干嘛 想买什么玩具 就买什么玩具 我想玩多久游戏 就玩多久游戏 而且 我就再也不用被别人束缚了 小伙伴们 和小白一样 选王子的扣衣 小白 你要知道 父母愿意给我们买名牌衣服 昂贵的食物 但是他们自己却省事俭用 自己的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 也不舍得买新的 剩下的饭菜也是热了又热 舍不得丢 他们把最好的爱都给了我们 我们的父母才不穷 他们是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人 他们的爱比任何钱财都要值钱 我们不应该选择王子 我们应该选择父母 小伙伴们也选择父母的就扣二 钱 我才不需要 那是他们自愿的 我又没逼着他们 父母把一切都给了我们 就是希望我们以后能过得更好 小白 你要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啊 和我一起选择父母吧 既然你这么执名不悟 那本王子就走了 你去选你的穷鬼父母吧 哼 你会后悔的小白 父母 堂堂来了 你放弃了所有的诱惑 选择了自己的父母 说明你是一个很孝顺 很善良的人 哇塞 爸爸给了我好多装备 妈妈也给了我好多的食物 他们简直就是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了 小伙伴们 世界上只有一种爱 不求回报 那就是父母的爱 哎 快让我去看看小白怎么样了 哎 他人呢 我一定会回来的 爸爸妈妈对不起 我错了 再来一次的话 我肯定选你妈